現在是上午5時多 我今天想要做一件事 早上有一個月食 應該是月偏食 所以準備了全新的魚汗裝備 現在就出發去拍這個月偏食 現在就出發了 好,超級厚雲 我原本想應該可以看到一點 但是雲厚到完全看不到月光 沒有說有個影子 簡直連一處光都看不到 失敗 其實澳洲呢 澳洲因為很大的緣故 所以如果你要看日出、日落 或者要看月光 你最好就用Apps 有些Apps可以告訴你 月球軌跡 我現在在天橋上 所以就比較吵 月光 月光 正在那邊 在那邊 但是因為超級厚雲 今天的任務 就失敗了 日出 日出還有幾個小時 所以 都可以回家再睡覺 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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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在... 會在那邊 會在這邊 但是你看到 現在是... 因為它超級厚雲 今天因為滿月的 其實理論上 就算看不到也好 應該有一顆光 但是現在應該只看到街燈 所以... 任務就失敗了 沒辦法 好 今天早上一早出來晨晨 有沒有失敗 今天早上太好運了 好吧 既然這樣回去吧 有一件事 應該大家都未必知道 就是... 澳洲的冬天 其實... 日頭是非常短 不是 不是澳洲的冬天 應該是 Melbourne 的冬天 Melbourne 的冬天 平均 應該是7點左右 才會日出的 最...冬天 即是最... 呃... 怎麼說 即是最冬天 是... 不是最冷的時間 即是冬天最短的日頭 日出是差不多8點才日出 然後呢 日落是幾點呢 日落現在是4點幾日日落 所以其實在澳洲... 不是 是 Melbourne 的冬天 來講 日頭的時間是非常非常短暫的 回到家了 唉... 雖然今天呢 就去拍月食失敗 但是呢 就跟大家講一下 相機袋 那我這個呢 就是... Peat Design 的 45L 的 travel backpack 那我這裡呢 就安裝了一部 GoPro 在這裡的 那我剛才那些 Time Lap 啊... Hyper Lap 應該是 那就用它了 然後這邊呢 就放了... 我的腳架了 這支是... Facial Facial 的... 炭纖腳架 那這支呢 就已經是... 全開的時候去到... 連賣個Ball Head 差不多1.9米 對... 差不多1.9米 對... 那所以呢... 這支是我現在啦 我最... 呃... 都可以說幾常用 如果真的要出去用的話呢 我通常都是用這支腳架 啊... 對... 那怎樣可以把Gopo安裝在這裡呢 那我就是用這個... 都是Peat Design 的... 這些... 這個叫做什麼呢 我忘記了這個叫什麼 PO... 啊...這裡好像有寫 沒有喔... 沒有寫 它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 其實是... 把Gopo放進去 然後這一塊就可以... 對應... 這些... 這些... 就這樣一放進去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是... 挺OK好用一下的 我都放得很高一下的 那我是用它第二代的這支... 其實第三代我有兩隻的 那有一隻呢 我就放在它的腰帶上 對啦 在這邊的腰帶上 那其實講開... 相機背包啦 即是說... 相機背包 其實我是... 會按著我每一次不同的需要 去做一些小學雞的東西 就是執書包 那所以呢... 我是每一次都不同的 而且我不是每一次都用它 但是如果我要多些Gear的話 好像我今天這樣 就打了三機三的 哪三機呢 就是Gopo 以及... EOS RR在裡面 以及EOS M6 都在現在拍攝這部 那其實呢 為什麼我會這樣戴呢 原因是... 我就這樣EOS RR是做不完所有的 因為可能我需要用EOS R來拍攝時間 那些的話呢 那我用Gopo 晚上那麼刻呢 是絕對不可能拍到自己的東西 即是... 不可能這樣拍Vlog 去自拍的 是不可能的 那因為這樣的緣故呢 我需要多帶一部相機 EOS M6 去拍我自己 做些自拍的東西 那所以為什麼就要帶這麼多東西 所以其實呢 M6和G11-22 基本上是不動的了 和Joby 都是不動的了 整組都不動的 帶了什麼呢 由於今次呢 我是不知道環境是怎樣 所以我呢 就比較帶得多一點點東西 加上Adapter 然後呢 就有一個... Iris 15 2.4 就是這支鏡頭 我原本想著 就這樣用就可以拍到一些Time-lapse 等等的東西 但是呢 避免有些意外發生 所以呢 我是另外 再帶了一支 帶了這支 7300 這支鏡頭 可能需要補燈啊 那些位呢 所以呢 我就帶了這個... 夾 就是這些可以夾住 跟著 然後呢 也好 或者直接扭相機上去 都好 那就可以 用這個夾 夾住 夾住一些欄杆 那些都沒問題的 這個東西 那其實呢 M6 我可以整部機器 插進這個洞裡 是夠位插進去的 那還有些什麼呢 一個大的奶媽 大奶媽 如果真的有些東西不夠電 就直接用它 因為我今次沒有帶到後備電 因為都是想著 兩個多小時的Time-lapse 應該不用帶電 那為什麼我不用電話去拍Flog 那些呢 原因是我現在的電話 基本上 拍攝的話 是不可能超過5分鐘的 他不知為什麼5分鐘就 只剩下10%電 所以 沒辦法 但是如果平時用是OK 沒問題 可能兩三個小時 不看影片的話 沒問題 有一個 工具 一套工具 非常之方便 這個東西 現在在網上 Kickstarter 我買了另一個工具 這個工具 暫時我都覺得是好用的 但是那個呢 就更加方便 那麼今早 我的設計器 就這麼多了 我每一次都會按照不同的需要 去做些改變 這條影片就這樣 再見 MING C